疫情出緩之後 您有到哪裡走走嗎 世上海域遊戲活動 也跟著在這一波 疫情下降之後鬆綁了 於是就民眾是在東奧的 粉鳥林玩SUP力獎 不過卻發生和漁民爆發了衝突事件 原來這裡其實是禁止捕撈的保育區 之前漁民就有跟力獎的業者 達成了共識 不能夠在這裡玩水 看到玩家出現 以為是業者違規 才會想上錢 問個清楚 風和銳利的虎光山色 卻發生對峙叫囂的緊張場面 力獎玩家對上漁民 水上衝突爆發 美景便報警 宜蘭東奧粉鳥林港灣 因為美麗的風光 吸引不少力獎玩家遠道而來 但在玩水過程 遇到漁民上前警告 痛制他們誤闖區域還步步逼近 把現場女生嚇得花容失色 漁民表示當地屬於保育區擔心環境遭破壞 才會上前攔阻 只是想要說清楚 原來立想業者跟漁民早就對這區域達成共識 但其實魚館所並沒有嚴格限制 因為他現在斜線區都是禁魚區 所以基本上禁魚區的話 你就不會有漁船作業的狀況 那民眾在這邊活動 就應該不會有重疊的問題 禁止捕撈 卻可以讓民眾力獎細水 漁民認為禁捕撈 就是要連細水也禁 鮑魚館制的模糊地帶意外鬧出 立獎驚魂劑 後來新聞 張正惠 林志淳 黃冠傑 宜蘭報導